谁也没想到,曾经的小品王陈佩斯正当红石,却突然离开娱乐圈。 他都经历了什么呢? 当年叱咤风云的小品王陈佩斯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 现如今已经活成了一个不问世事的老年人。 曾经的他上过11次春晚,在当时那个年代,他俨然成为了一个传奇。 而随着他最后一次在春晚舞台演出后,到如今他已经消失了整整23年。 很多人至今还在怀念陈佩斯。 陈佩斯1954年出生于长春市,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。 而他的父亲则是当时著名的电视演员陈强。 有一次父亲却不达佩斯演出,正好生下了自己的哥哥,取名陈佩斯。 后来小儿子出生就给他取名叫陈佩斯,这也就是陈佩斯名字的由来。 与其他小孩不一样的是,他从就叛逆独行,在学校里老师丝毫管不住他。 但是对于自己父亲,他总是抱着一种惧怕的心理,总担心着每一天父亲会拿他的皮带来抽自己。 当时陈佩斯的家庭条件也是非常好。 他的心性比一般的孩子要成熟许多,对事情看得透彻,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。 他这个人从来不会随波逐流。 因为少年时期受到父亲的熏陶,所以陈佩斯从小也对表演艺术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爱好。 直到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招收学员,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托关系将他送进厂里。 从那开始,陈佩斯才真正地成为了一名演员,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他认识了自己一生的搭档朱石茂。 在1979年,紫城副业的陈佩斯与父亲搭档合作的电影《乔治一家子》,没想到电影一经播出就反响热烈,一夜成名。 陈佩斯的名气直逼他的父亲,后来父子二人多次合作,在当时那个年代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喜剧电影系列。 而陈佩斯的喜剧天赋也由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1984年,陈佩斯与朱石茂首次在春晚合作小品吃面条,一夜之间,这个双人搭档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,而这也成为了春晚历史上第一个小品。 这对天作之合的小品搭档后来连续登上了11次春晚,经典作品一步接着一步,小品王的称号也由此诞生,形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。 当他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完最后一个小品之后,他宣布离开了演艺圈,退去了自己一生的光环,变成了一个非常平庸的老头子,家人们看过他的小品吗?